张宾老师我特别想问您 就是我每次在家里边 看到你们在解说奥运会也好 世锦赛也好的时候 我特激动 就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 就看到中国人拿到金牌的时候 很激动 您自己在现场的时候 我看您经常都是很 就比较平静 因为我们的工作 其实可以很细分 就是有现场的解说员 解说员呢 从08年以后 其实我们陈寅扮演的角色 会比较多一点 一斌跟他也 我们配合过 讲过奥运会 在现场真正看比赛 并且伴随大家进行解说的 我们叫解说员 我基本的角色是主持人的角色 主持人角色一般发生在 节目发生在比赛的事后 或者是比赛之前 几乎难以在比赛的 这个空间里去完成 理论来讲 您看如果有男性解说员 和女性解说员来讲 被感染的几率更高的是 女性的解说员 经常发生女性解说员 现场这个声音啊 就是她自己都觉得恐怖的 那个就是她达到分贝 就是甚至站起来 甚至跟随着运动员的 比赛的节奏去光呼 这些都是女性 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的 总体来讲 我们是很幸运的 对 因为我们不仅能看到 她那个高光时刻 我们还能伴随她们 比赛之前 比赛之后的 每一天的艰苦的那个 其实我认为训练是特别难的 训练比比赛难 所以我们有幸 能够在某些时刻 出现的那样的场景里 能看到她们的低落 能看到她们的平淡 这是我们的幸运 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 能够利用她们 短暂的运动人生吧 体会一个丰富的人生长度 我们这个是特别大的幸福 就有点像演员 偶尔去扮演一个角色 你深入那个角色 我们虽然不能深入 但是我跟陈一斌交流 是我就能探寻她内心当中的 当然她不跟我说实话 她经常不跟我说实话 我知道她有时候为了 达到更好的沉默效果 她会讲一些 大家都能听进去的 其实我们这是特别大的幸福 但无论怎样 就是运动 有一句话是人类情感的综合 它不仅是兴奋 不仅是自豪 其实我们特别有幸 一斌能告诉我们很多 她生命当中的曲折 波澜 这个是我们特别大的幸福 嗯 对